大家好,我是金龙 今天我们山东下大雪了,现在停了 然后刮的风也很大,零下十四到十五度 特别冷,也希望大家都注意防寒 今天让大家看一下,有很多朋友说 你一万四千多斤花生油每天生产,用多少花生米 基本一天用三万多斤 这不刚又来了一车,这一车是八吨货 装业工工过来先货,上面是咱的凉桃 然后带大家进去看一下,来到生产推荐 通过凉桃,直接下坠到咱的货币机 这是咱花生的原材料,大家看两个 这都是我们山东餐当地的啊,八月中旬的新花生 这个品种就是大白沙 五块七一斤啊 破碎的花生更能看得出来里面有没有烂的,有没有发霉的啊 这个花生一斤可以出到四两半,二斤半能出一斤花生 看到没,最关键的是花生啊,里面没有烂的,没有发霉的啊 都是经过京城色选破了塞的 看到没,小龙啊,把花生直接传送到咱的 这个蒸炒锅里啊,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山东传统的啊 这个熟炸工艺啊,把花生进行破六四六半进行高温二百七十度,蒸炒一小时啊 啊,然后再进行这个压榨啊,我们是一共是四个蒸炒锅 一个蒸炒锅是炒三百斤啊,一个小时就能炒一千二百斤 这个机器临时没有开啊,坏了 这个机器临时没有开啊,坏了 看呀,正在正常啊 我们是从早上啊,六点半干到下午五点半啊 一天是一万特价雷斤 电池的这个夹热器啊,现在是二百六十四度 我们附近过来加工发生的啊,啊 哦 哦 这个呢,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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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呢 原来我们就是这个生产,加工来猫油啊,回家之后得经过沉淀,现在有这一个过滤机了啊,就不用沉淀了,你看这个油特别清亮啊 我平时直播的时候啊,就在这里直播啊,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油就是我们那个过滤机过滤出来的油啊,大家看一下,非常地清爽啊,直言性呢,就是像镜子一样,你看到没,这个油炒菜的话不起沫啊, 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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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270度争吵完了 最发生 这个火候一定要掌握好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 这个步骤也是咱们啊 争吵过场中最重要的一步啊 所有加工做什么呃 这个工序里边最重要的一步 他那两个牙咋鸡 正在炸油 好美 这个花生饼你像60后70后8年后应该记得啊 小兔经常当零食吃 最好的有机回料 大家看到没 这是两天左右生产的花生饼啊 两天左右生产的花生饼啊 多少宝贝啊 这个花生饼啊 有专门过来收购的啊 一块多钱一斤 上لي Humang 现在灌状了这个啊 现在灌状了这个啊 今天刚刚上午吃片 zadvision 七少年呢 我们现在有给大家 我都给大家灌 像这盖啊 因为马上啊 就要忙了啊 之前给大家灌出来了 这其实灌了一小部分 还有时间 哦,你还没发现过来